殷宗上最炸裂的就是那些上台前没人认识 开口直接震撼全场的舞台 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陈乐鸡当初的这朝天一职 率到了多少屏幕前的观众 这版改编后的月瓣小夜曲爆发力十足 台下全体导师都被侦探到了 提起戴拳的代表作 那就是在好歌曲上大杀四方的悟空了 从作词到作曲全部一人包揽 这首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神作了 陈乐鸡摆的青鸟 算的是这首歌最成功的翻唱之一 就算后来很多实力歌手都挑战过 但还是忘不了当时带给大家的经验 让汪小敏一战成名的笑看风云 就连原唱郑少秋都拍手叫好 以前这歌是父母辈的青春 现在又成了多少青少年的青春呢 活得开心心不忌恒 为今天欢笑唱首歌 任空急急收伸的快乐 在晚风中冲海深水 好了 我是老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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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